2023年复仇神剧《黑暗荣耀》第二季终于开播 在上一季经历过严重校园暴力 导致高中退学的文东恩正式开始毁灭加害者的生活 有不了解剧情的小伙伴点开合集即可观看 正片开始 时间回到10月17号 明雾先是拨通了倒音的电话 李莎拉正琢磨着保险柜密码 明雾打来电话 她知道莎拉看到隐素洗坠楼 没有报警就直接开溜 莎拉没把这话放在心上挂掉电话 恼怒的孙明雾把手机扔到一边 她挑选着再俊的衣服 毕竟她有翻身做主的资本了 这时再俊给她打来电话 发的什么稀巴东西 明雾也不跟她废话 再俊为了在菲律宾开高尔夫球场 挪用的工款都在上面 想要让她闭嘴很简单 一夜换一枚比特币 狗腿子敢这样和自己说话 是想找死吗 明雾丝毫不恼怒 说出隐素洗死的那一天 再俊为严真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穿上一身昂贵衣服的明雾 给惠婷打去电话 只要惠婷答应 随时和她打台球 她就带惠婷一起离开韩国 惠婷根本没听她说话 明雾只问惠婷 为什么在隐素洗死的那天 要去她的补习班上找她 如果不想卷入这场麻烦 就和她去俄国 惠婷不解去俄国干嘛 她真的想当雪橇犬了 10月19号 东恩接到了明雾的电话 想活着 现在把名牌给她 东恩嘴角一歪 她就知道 这逼会反水 伊甸公寓房间里 严真质问道英 为什么在这里 就这么对东恩好奇吗 道英看向两边的照片 她只是对严真好奇 架子上藏着监控 此时 东恩正看着画面中的两人 她只想知道 严真有没有欺负过别人 严真再次否认欺负过东恩 她不想多说 直接走出门去 道英无可奈何地放着她离去 这时她发现了彩虹眼科的照片 背面则是贴着 在俊看望一律的那张 汝正看着空无一人的柜子 突然门外传来了训斥的声音 小医生被男人骂走 汝正从他口中得知 尸体其实在冷冻库 由于史无前例的原因保密 汝正不解为什么这样做 男人不知小原因 这是前院长的指示 这时 一名警察找到在俊 孙明悟涉及毒品犯罪 已经变成了刑事案 在俊一问三不知 他拿出一张名片 暗示警官何道英 可能涉及那个哦 显然道英不知道 在俊的老六操作 开着车的道英 愤怒到达顶点 孙明悟威胁道英 如果想知道 严真整天和谁打台球 不想这件事情曝光的话 马上打电话给他 迅速恢复冷静的道英 把U盘扔出窗外 回到家里 道英无意看向一旁妩媚的袋子 他猛然看向四周发现 满柜子都是在俊精品店的袋子 此时他终于知道 谁在和严真打台球 在道英发现家庭破裂时 东恩和汝正 却在享受安宁的浪漫晚餐 面对想唱歌的汝正 东恩突然感觉自己发烧了 起身被汝正摸住额头 专业的医生一眼鉴定为装病 东恩认真地感谢汝正收留自己 汝正觉得是应该的 东恩的话就是圣旨 四兄罕见聚集在一起 孙明悟的案子转为吸毒案 莎拉彻底绷不住了 严真岔开话题 扔下东恩收集的证据 莎拉不以为意 校园暴力只对严真有影响 他们都被问了尹素喜的事情 慧婷想起 那天是严真喊她去的 严真装猛 她明明那天和再俊在一起 再俊突然想起 只有离婚 她才能得到抚养权 随即开始装糊涂 那天她也不记得在哪里了 严真解释 明明一起看了颜色电影 莎拉看着严真说道 尹素喜那事不就是你干的吗 此时严真的眼神能杀人 莎拉酱或可以乱细话不能乱说 四兄的关系已经开始破裂 他们好奇 孙明乌问了严真影素喜的什么事情 严真回忆起那时 他用打火机将影素喜衣服点燃 拉扯中被他推下楼去 突然他癫狂地笑了起来 他让三兄阿西把去死 18年前 正是东恩匿名 把严真的名牌寄到警局 这时 申英俊把名牌交给严真母亲销毁 东恩向警官坦白18年前的事情 警官并不关心这件事 没有确切的证据 他只想知道孙明乌和毒品相关的情况 东恩见此不再多言 东恩把文件交给老师 这是素喜案子的调查记录 他唯一担心的东西 2011年冬天 东恩来看完太平间的素喜 一位聋哑妇女拉住了他 询问东恩认识尹素喜吗 他指着纸上的文字 向东恩控诉着五兄杀害了他女儿的事情 但周围的人都不相信他 医院里 鲁正看着素喜的验尸报告 当时的尹素喜居然已经怀孕了 所以 东恩从妇人手里拿来调查资料 他会帮素喜报仇 明乌最后打电话给严真 严真好奇 为什么这么想见自己 他约定晚上11点左右见面 而他脚上正是那双绿色的高跟鞋 东恩回到公寓 收拾满墙的照片 这时他突然想起遗漏了什么 把照片倒在地上翻找着 那张大婶丈夫的照片不见了 东恩知道稀罢的大意了 严真母亲 打开了一个做法的保险柜 他从里面拿出了严真的名牌 他为什么当时没销毁这东西 大婶把车停在了老地方 忽然有人敲响了车窗 大婶看着窗外愣住 严真正死死的盯着他 他拿出了李希兰的照片 大婶意识到大事不妙了 好